這是高速公路局的兩位副局長 時間就交給Travis 不過開出前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資訊給大家 在為了方便民眾掌握國道及時路況大小事 讓旅途更加順利 我們高速公路1968APP 提供了旅行時間的預測 還有路況播報 以及路況事件的推播 以及替代道路旅行時間 還有充電樁使用資訊查詢等大家的服務 總之邀請大家可以下載我們高速公路1968APP 確保我們旅程一路暢通 玩得開心 請大家記得下載喔 那麼兩位長官就定之位之後 馬上來邀請到我們今天的街球捕手 歡迎我們的賴智源 好 我們等待智源就位 馬上就要來邀請現場的朋友 一起倒數3A之後 就要請長官來投訴囉 讓我們一起來倒數 3 2 1 請開球 好球 漂亮的好球 也謝謝兩位副局長 我們一起來到中間 來跟智源還有Frankie 一起來合影 由陳鴻倫副局長來負責開球 由我們同貫如副局長擔任打者 為漢將今天賽前來加持一下 來看前方 好 非常的謝謝 兩位高速公路局的副局長 今天來到現場開球 當Travis說這個1968的app的時候呢 我剛剛就已經按下去了 馬上去store找出來了 因為你開車的人一定會希望能夠掌握 你如果要上高速公路 能夠掌握高速公路現在的路況 以及你即將可能要面臨的路況 我只要來新莊棒球場 我一定都會先看一下路況 是吧 幾乎是每一場比賽都會用到 很熟悉 所以好用 高速公路局也會提供給大家最精確的訊息 所以我剛剛用了 馬上下載 馬上就使用 今天回去的時候就可以使用了 那今天這場比賽是 黃保羅在今年球季的第三次的先發 今天他對上王維忠 兩位都是第一指名的投手 今天要同場的對抗了 一個是右手 一個是左手 王把昨天的這個關鍵的四塊球保送 是追評分的打點 也是功不可沒 那個打球 看來一開始 球數落後之後 最後還能選到保送 非常厲害 所以今天又是面對左投手王維忠 所以繼續的擔任先發的游擊手 不過近期 富邦漢將在打線上面 比較積極的 大膽的去啟用年輕的選手 像今天 因為是王維忠 擔任先發投手 所以右打者 捕手就扮上了 由搖冠偉來擔崗 這也是一個很合理的搭配 因為在過去三天 過去三場比賽 都是戴培豐擔任主任的先發捕手 所以適時的做一些調動 是王維忠 是王維忠